据韩国媒体报道,此前自称是张子言案唯一目击证人的女星尹志武, 因涉嫌名誉损害以及淫乱罪而拒绝回韩国接受调查, 警方可能会对其采取强制拘押措施。 尹志武在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, 曾在网上担任主播, 直播时穿着暴露服饰或空姐服装挑逗粉丝进行打赏, 被控利用通信媒体引乱罪。 此外,他还自称是张子言案唯一目击证人, 打着为张子言讨公道的旗号发售周边目击捐款, 出版书籍,让人怀疑他另有所图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